穿着传统服饰 唱着卢凯族的传统歌谣 这一群大小朋友是这次货班本土语言个人奖 柯菊华老师族语授课的学生 透过表演戏剧和传唱歌谣是柯菊华老师教学族语的主要方式 柯菊华老师领军带队的表演团体 也多次在大大小小比赛荣获冠亚军的殊荣 包括102年度带领台北市成人团体 参与第四届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 获班成人团体第一名 以及103年度代表台北市参加全国族语戏剧竞赛 荣获第二名 我们这个戏剧当中这个剧本的学习之后 他们去学习讲话就发现他们对语言就越来越有兴趣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我们就有 就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小朋友慢慢就在一起 刘丽的用卢凯足语自我介绍 柯菊华老师的学生从幼儿到成人都有 也因为他的教学方式多元吸引许多小朋友 慕名前来上足语课 就是比较有趣也比较容易 因为不会像那样子直接坐着上课这样死板板的 就是很容易就记得起来 而另外一位获奖的宋明金老师 则是致力在台东海端乡传承并教学布农族语 除了在学校担任族语老师之外 宋明金老师也编辑并推广布农族语的教材 包括明轨97年完成了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发展中心布农族的大专教材 另外102年也参与编写政大原住民族语研究中心国高中的初级教材 本身也是牧师的宋明金老师 也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布农族语 两位族语老师在传承语言推动上不遗余力 他们说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原住民族的后代子孙都能够会说会听和会写 也希望藉由自己在推动族语的专业贡献一己之力 让族语能够成为原住民族家庭中最主要的语言 记者古米亚维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